下一首是什么? 羽毛 下一首叫做 羽毛之歌 然后这首歌呢 是我们告别一个阶段的 最后一首歌 那个阶段的 这首歌是阿美族语 这首歌词是 羽毛呢 就是羽毛之歌代表 羽毛代表 男子 健壮的象征 这首歌是 其实是花莲的 花莲的几角酸 有一个社群叫 七角酸 七角酸社的歌 然后其实这首歌的创作人呢 是一个很隐蔽的就算了 对 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隐蔽 所以就算了 没有啦 但是那个我们一起的艺术总监 非常爱的人 非常爱的人 对 爱到不起 当那个老鹰飞翔在部落的上康的时候 他就象征在守护部落的人 对 谁会去守护我们部落 他就是男子喔 对我们的青年 对 我好想你不是那个守护部落的人 我是他 女生也可以啦 有时候 你这就是养育男子的一个中央角色 哎 你笑得很空 你笑什么 你猫很伟大 哈哈哈哈 你要跟他讲说我们很伟大 对我们都很伟大 我很精神 所以这首歌是男生 哎本是个小 好啦 所以我们羽毛的歌 对羽毛之歌 好 我们是不是都闷 那你们就自己掌聲鼓勵好了 谢谢你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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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赶好 好 好 大人 還有人 青菜市場 還有人 青菜市場 對 背馬上去 大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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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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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